我只有一個太太 當然只有我 好 開始錄了嗎 我們今天講 機械音樂第十一章 平面的性質 一張非白一張重點 這個重點不多 只到這邊 我們花二十分鐘講了 看看 來 第一個 要介紹 慣性曲 慣性曲 慣性的符號叫I I 對 那個音 那個叫聲 I 符號是I 慣性曲的定義是什麼呢 也就是一個面積 它分成很多小塊的面積 很多 很多 這就是很多 每一個小塊面積 到 軸的距離 個別 比如說到 到Y軸的距離就是X1 對不對 X座標 的值 就是到Y軸的距離 到X軸的距離 叫Y1 對不對 我把每一個小面積 乘上 它到該軸的距離 的平方 喔 這樣 把它 加起來 加起來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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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就是它的 整個 這款面積的貫性 對不對 好 來 現在重點來了 面積怎麼算 那樣子 是裏面積一塊 對 面積怎麼算 長方形的面積怎麼算 底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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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長乘偏長 對不對 所以面積一定是 假設啦 公分的平方 可以嗎 可以喔 距離的平方 那距離單位也是公分嘛 公分的平方 公分平方這張公分平方算起來 是不是四次呢 對喔 所以慣性舉的單位 一定是距離的四次方 這個距離可以是公分 也可以是m 這樣OK嗎 可以喔 那因為是四次方 負負會得正 對不對 所以偶數次方一定是正數還是負數 正數嘛 對不對 不管你什麼數 不管是正數負數 乘上四次 自己乘四次一定是正 所以慣性舉一定會正 這是選擇一定會考的 再來 它是存量 沒有方向性 所以慣性舉要知道這個 那你知道這個之後 知道單位之後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整個面積算出來 當然這牽扯到為幾分 你如果針對Y軸去把所有距離的平方乘上每一個小面積加起來 你得到的叫做IY 就是針對Y軸的慣性舉 如果你針對X軸 把每一個Y1等平方乘上每一個小面積 全部加起來 你就會得到IX 叫做為X軸的慣性舉 OK喔 這先清楚 那牽絲還有一個東西 接著就有一個東西要介紹 叫做極慣性舉 針對這個軸 串出IY 針對X軸 得出IX 對不對 那針對O點呢 我們會得到 極慣性舉 這個符號叫J J J 極 對不對 如果是音標就是 極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過極極火車站 有 它就是J I J I 有沒有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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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J J就是極 集合起來 也就是你把IX跟IY 集合起來 就是J 音很相近 請你把這個東西記起來 極慣性舉就是 在極座標性O點就是它的情點 所以極慣性舉就是 就是IX加IY 集起來 這是第一個 那你全部面積乘上 這個距離平方 你最後把它整合起來 就會得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得出來的距離平方 KX的平方 KX是有含義的喔 KX含義就是代表 迴轉半徑 所以這個公式你去用定義去瞭解 就背起來了 也就是針對 如果針對X軸 把這個面積乘上 KX平方 就會得到它對X軸的 慣性舉 這樣OK齁 所以其實任何東西 我們就可以求它的回轉半徑 任何東西我們就可以求它的回轉半徑 OK齁 再來 接下來要介紹三個非常重要的形狀 這些形狀有一些的慣性舉 需要各位記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 你都要記喔 OK 那這三個 重點在於 這些慣性舉 都通過行星 都知道齁 通通過行星 我先告訴你 通過行星 算出來 也就是那個旋轉軸 通過行星 算出來的慣性舉 是最小的 知道齁 好 來我們看一下 哪三個形狀是非常重要的選擇 第一個 長方形 長方形 你看 老師用綠色畫 表示 X軸通過 行星 行星我用C代表 所以我這裡寫IC 這裡寫X 代表是X軸方向 知道嗎 請問這個矩形的底是V 高是H 所以這個矩形 通過行星 橫的 怪性矩 是十二分之 BH三四八 BH三四八 這個要記喔 我現在教你怎麼記 矩形 有沒有發現 很像一個十二 矩形 有沒有很像一個十二 所以分母就是十二 來 這個 李鋒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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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知道什麼 你就念什麼 可以嗎 好 預備 Bitch 誰說Bitch Bitch Bitch是什麼意思 海灘 海灘 寶寶 草瑜 蛤 藏椅 什麼意思 Bitch Bitch 說不是 B-I-T-C-H 喔 B-I-T-C-H 來 請一下 B-I-T-C-H B-I-T-C-H是什麼意思 是鳥瓶 啊 你沒用 你B-I-T-C-H 什麼意思 鳥 鳥 怎麼這麼難追 什麼時候有了你講這個東西 鳥 希望是一個斧 他講到一個重點 然後大家會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跟另外兩個男生搞曖昧關係的時候 也就是陷入一個三角戀情的時候 他就會罵這個話對不對 各位同學 看到這種三角關係的時候 他就會罵Bitch 記起來 知道嗎 所以長方形就是12分針Bitch三色八 記起來 我是教你記 我不是也順便教英文 也順便告訴你這種是不好的 你知道嗎 李鋒義 不要陷入三角關係 他有五個女朋友 講完長方形怎麼記 三角形教你記 你看三角形上面的分子 有沒有一摸摸一樣 有 唯一差的就是分母 經這個字 只要三角形就是長方形分母乘以3 有發現 我用手舉起來啊 只要是三角形就是分母在乘上3 所以是36分比起三色八 講完好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三角形的行星在這裡 它的x方向的軸 也就是旋轉軸 針對這個軸 這個三角形的幻性局 這個軸通過行星號 答案是36分比起三色八 B是底 Base的意思 Base的意思 Base H是高 你看這裡 B也是Base 也是底的意思 H是high 高 度的意思 這樣OK齁 背完長方形跟背完三角形 接下來背圓形 圓形 你一樣 行星在這裡 通過行星的這一軸 整個圓形的直徑式D 整個圓形的冠性局 通過行星 分對這個S的冠性局 是多少 164分次 拍D48 這個要記 這個要記 你看任何參考書什麼都要記 其實還有其他公式喔 有的參考書會針對這個旋轉 針對這個底旋轉 不用記這樣 我建議你就記這個就好了 我已經濃縮在濃縮 這要記 怎麼記 O很像一個人的嘴巴 嘴巴講太多話 就很囉嗦 有沒有 像這裡愛講話 就很囉嗦 囉嗦這裡都是OO 囉嗦 六四念快一點就是囉嗦 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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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垃圾 好也可以這樣記 你就是要對那些垃圾 垃圾多說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垃圾有可以 不錯 你要補信垃圾有可以的 那上面 垃圾 上面拍D4 壞D4 有沒有 拍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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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弟弟要快死掉 對不對 講完了喔 所以是針對緣席 記完了 講完對 第三部分就結束 接下來介紹一個截面係數 這個很重要 截面係數叫做Z 什麼叫做截面係數呢 當一個物體受到的彎曲 越大,它這個物體就會形成抗減硬力 抗彎硬力,這叫做抗彎硬力 彎矩越大,抗彎硬力就會越大 對不對 那中間就會有一個正比的常數關係 我們說這個常數關係呢 就會叫做截面系數 這是來幫助你了解的一個概念 要不要記,不用記,這個我們要寫記喔 知道齁 重點在於如果我的抗彎硬力是一樣的 比如說這個金屬我已經確定了 但是我做成不同形狀 它會有不同的截面系數 截面系數越大,可以承受的彎矩硬力 可以承受的彎矩硬力越大 這個是最好的事啊,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設計橋樑或什麼的時候 或設計這些兩 我們雖然都是同樣材質 但是你如果設計不同形狀 你的截面系數會不一樣 當我是設計師,我是建築師的時候 如果我設計出來的截面系數越大越好 所以我這邊寫齁,截面系數越大越好 因為它能夠承受的彎矩是越大 知道嗎?所以你要有這個概念喔 好,接下來你要記這個東西 這叫做彎矩 截面不是,這叫截面系數的公式 就是,Z等於I除以Y Z2等於I除以Y I就是剛才我們算出來的什麼東西 冠線曲,Y是什麼? Y就是截面到行星軸的最遠距離 講完了?我現在教你怎麼記 你看這個Z,這叫做截面系數 你就畫一個面,截過來 你看看這邊是不是一個Z在這邊 是不是一個Z在這邊 對,所以Z等於什麼東西 I,Y 你看這個不是YY的嗎? 就是YY的 Z等於I除以Y Z等於IY Z這個字母,本身就是YY的 很喜嗨,YY的 知道嗎? 好,對,那Y左邊 你都Y左邊嘛 你都Y左邊嘛 你都一彎上面 又來了,不可能 Y新人在Y上面 再來,極截面系數 你會發現跟這一樣 這是截面系數 極截面系數 多一個P 上面的I 是冠線曲 只要是極截面系數 上面的I就變成極冠線曲 就變成J 有沒有 所以他把這個I變成Y 然後下面的距離變成大R 也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不用記 但是這個要記 因為這兩個一摸摸一樣 有相關性 知道嗎? 背起來囉 再來 剛才介紹都是軸通過行星 接下來有些同學就會問 老師 如果你的軸 旋轉軸沒有通過行星怎麼辦 你就要用這個東西 叫做平行軸定理 平行軸定理 再講這個 Ix等於Ic加ad的平方 個別講 如果沒有通過行星的軸是Ix Ic是通過行星的軸 所以你就先把這個算出來 把通過行星的冠線曲算出來 這個東西可以用這些算 A就是那個面積 D就是兩軸之間的距離 也就是通過行星軸 跟通過該軸之間的距離 D 這樣好 我以下要教你記 你們班上有沒有人拿手機是Ix 有 最貴的 最新的 Ipa Ix Ix 我就想到廣告 Ix Ix 黃鋒益 黃鋒益拿 黃鋒益拿 Ix 太貴了 還有你鋒益也是 現在 三星 出一個手機 是可以彎的 展開的 好像可以彎 一台要六萬多 買不下去了 記住 手機 你什麼時候會買手機 看到廣告去買 對不對 IC廣告 AD就是廣告 看完廣告 你就飢渴 就餓了 就想買 廣告一吃的 看到產品你就飢渴 ICAD2 記起來 記起來 Ix 等於 ICAD2 IC加 AD的平方 記起來 如果你遇到 組合面積的 冠心局 你就是用 代數核的方式去 舉數 比如說 像這個 中間挖空的 矩形 你用 算外面的 冠心局 扣掉裡面的 冠心局 就好 最後一個重點 如果面積相同 這個我在講這個東西 截面係數越大越好 面積相同 形狀不同 截面係數大小的順序 無項 或者是 I I叫做 幻性局 幻性局的大小順序 無項 這兩個 排序 一模模 一樣樣 I的 這叫 IV 這叫 公字形的 梁 這種 截面係數 會大於 直立的梁 像你們上面的梁 是直立的梁 會大於 正方形的梁 會大於 圓形的梁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看那些 鋼譜結構 都是公字形的 因為截面係數越大 表示它 抗彎群的力量越大 知道嗎 所以你們將來設計 去看買房子 你看它的梁 如果有這種 這種 防震 這種比較low 這種最low 圓形的梁 最不防震 第一次來回答 今天就介紹到 全部 第11張 所有的重點 講到這裡 齁 那我們到此 來幫我們 殺人贊 幫你殺人 好